维加斯深受游客欢迎的热门景点米德湖 在周末两天连续发生两起游客潜水溺斃的不幸意外 警方在周一公布了两名死者身份 其中一位是维加斯的华裔居民王邦尼 另一位则是由福州来维加斯度假的警员 需待进一步验尸报告才能确定这两起意外的发生 是否与个人健康因素有关 上周日下午大约在一点半左右 居住在维加斯的63岁华裔女子王邦尼 与米德湖的奥维顿区附近潜伏细水 但没多久因失去意识而被人发现漂浮在湖面上 在急救人员紧急已传送往卡尔维湾医院进行急救后 仍回生乏术 而于两点半左右宣告死亡 想收看更多维加斯华文短片 请浏览新闻网 LVCNN.com 谢谢